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旗舰店 可以提供专案所需要的服务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来这里 说明专案的最新进度 基隆市长谢国良 来到光阳电动机车 新开设的服务据点 来了解一下 目前店里面展示的电动机车 这两款电动机车 都是未来要配合 青年工艺电动机车的专案车辆 相当吸睛 市长也向媒体说明 目前最新进度 我们主要的基隆青年 免费电动机车 也是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们也拖沓了在这边 要来协助处理 未来的相关车辆的申请 那也做一些机车的展示 那当然我们也会规划 在人潮地点 做一个综合的青年工艺 免费电动机车的 一个展示区 那我们这部分都在 紧锣密鼓的规划当中 那有确定的地点 就会马上跟大家宣布 因为我们跟 包括中华汽车 跟官华汽车 这些伙伴们 我们也每个礼拜 都在开会讨论充电站的建制 因为未来如果 很多年轻朋友来申请 不只是车的问题 主要还是有电的问题 那这一方面也感谢台电 在这方面都有给我们协助 现在都积极在申请这个充电站 然后在部件换电柜跟充电桩 这两个机制 我们都在进行当中 那时程方面 现在也是规划 原则上 从这个中低收入户的青年朋友 到其他的青年朋友 我们9月下旬开始陆续要申请 我们目标还是在10月底 陆续的开始能够把第一批的车能够交出来 那他都可以看到 他有两款i1跟这个S6 那他们的月费 从几百块到一千块左右 那我鼓励青年朋友 做自己的选择 如果是自己长期 又希望月费便宜一点 那目前是有599元的月费 可供选择 那当然这是绑约的 就好像跟市政府有绑公益约一样 就是在他两台里面 我个人会推荐 如果我们的青年朋友是比较长 自己骑的话 我会建议骑i1 因为i1的月费也比较有超值 那你可以说一下 i1的 它也都白牌 不是绿牌 那也可以说一下i1的性能 跟i1的月费吗 是是是 这个i1都会版也是我们目前 畅销几种之一 那它因为它的那个车重也轻 那速度也快 大概也可以到74公里 那它配备一颗电池 续航力大概也有七八十公里 如果说我们正常骑程的话 那当然工业局测出来的速度 是30公里的速度下去骑 会更远一点 那就全靠 大家骑程习惯下去看 那我们这台的月租费是599 每个月599 绑约绑5年 60个月 那对青年朋友应该是很低的一个负担 你绑5年其实刚好 因为我也是绑5年 大家还记得吗 我是绑5年 每年这个四个小时 那过去曾经大家以为讨论说 是不是要做完5年才有没有 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 是拿车是可以马上拿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公益是能够做5年 那他们刚好绑月费绑5年 所以我们刚好的公益的责任期就是5年 有这台 我觉得这台还不错 今年朋友如果每个月想省个几百块 其实500多块其实就很好 是的 那当然未来我们还是希望 有更多的人能够纳入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案可以做得更好 这毕竟第一年嘛 那我们继续努力 可是我相信 就像这个优先进入市场 就一定会有它的一定的优势 这一次光阳跟中华汽车 决定进入这个市场 那我相信他们有做了一个睿智的选择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感谢市府议会各单位 政府民间各方面共同配合 一起来推动这个青年公益专案 未来也会持续的修正 造福市民 营造基隆 公益有爱的优良文化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配合基隆市政府公告的公益青年就业电动机车专案车款 光阳电动机车特别在基隆开设电动机车旗舰店 将做好后续的赏车跟交车等各项服务 画面上是新开幕的光阳电动机车旗舰店 配合市政府已经宣布的青年电动机车的专案车款 光阳的两款电动机车都在现场展示 业者表示将以这个新据点来提供后续的各项服务 年底前也将持续增加换电站 这个是我们Ionets在基隆成立的一个正式的经销通路 那也配合刚好基隆市这个年轻青年公益专案呢 那可以搭配着就是让市民年轻朋友可以来这边赏车 购车 然后到最后的交车整个程序都可以在这边完成 那也包括我们整个换电服务啊 整个维修系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另外还有另外四家特约服务站 然后包括现有24个能源站 都可以提供市民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 原本我们在基隆就已经有24个正在运营中的换电站 那遍布大街小巷 我们叫做一个便利换电站 那针对这个基隆工益的一个青年专案呢 我们预估这个车辆的成长 我们会再陆续再把换电站继续建设 那今年年底至少可以建到七八十站 目前有24站 所以一定是可以完整的服务这个年轻朋友的一个需求 而针对议会相当关心的新旧机车的衔接问题 市长谢果良也在现场跟业者进行讨论 因为他的旧车还在骑嘛 那旧车的话就是说 等我们车子的一些相关程序都办好的时候 当年轻人来这边要坐交车的时候 他才把旧车骑过来 等于是旧车要领 就是先申请嘛 然后先包括那个旧车哪一台 我们要交换的时候也型号 车号也都记录好 他就骑旧车来 然后那天就可以换新车 因为他如果我们车一些相关程序 他中间会有一个空缴 对不要让他没车客 这也感谢议会都有给我们很好的一些过程 就是说这年间如果中间没有车走 这是议会公司 对我们也谢谢 那段时间他有车可以骑 那一旦车子搞定了 我们车子让门市去处理后面的一个程序 那新车他就可以骑回家 对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式 所以他交接中间不会有漏失的问题 不会不会有漏失 他还是有车子可以骑 光阳电动机车业者表示 基隆市政府大力推动绿能 与企业的品牌形象相辅相成 他们会尽力协助来一起推动 这项青年电动机车专案的各项服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总统大选越来越激烈 基隆市信赖台湾运输业后援会 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热闹成立 500多人齐聚 要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青德运进总统府 在前民进党主席佐龙泰授旗下 现场超过500位运输业代表 高喊2024团结一致 力挺赖青德进总统府 这一年就这一年就会尽力 尽力尽最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有点资论 我们要把我们多千亭 总统来跟本上一致总统府这样叫我 哦 既渔业后援会 台船基隆厂企业工会 及青商会后援会后 基隆市信赖台湾运输业后援会接棒成立 佐龙泰强调 这场后援会非常特别 因为运输业有如台湾产业的协议 希望运输业后援会 能够成为民主的基隆部队 协助完成2024总统胜选 国会过半的选举总目标 这在全国各地的后援会的 种类来讲是相当特殊的 我也希望他成为一个民主的机动部队 能够把我们所需要的 对于赖清德副总统 在明年的选举 需要的各种养分 输送到各地去 来完成我们2024总统胜选 国会过半的最终的选举总目标 同志伟强调 这也是基隆市第一次 由货运货柜及汽修等 从业人员组成的后援会 非常振奋人心 希望把继承劳工整合 支持真正认同台湾 守护民主自由的总统参选 赖清德与立法院参选人郑文庭 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 运输工会各界的大佬 来成立这个我们第一场的 这个运输业的后援会 那我想这也是基隆的第一次 我们整合了相关的货柜 货运 汽修等等的相关理事长 动员我们所有在基隆 非常重要的这个运输业的 老公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支持赖清德 总统候选人 以及郑文庭立委候选人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 振奋人心的事情 民进党立法院参选周文庭 也特别强调 疫情期间 运输业将民生物资 运送给需要的民众 协助防疫相当辛苦 也感谢他们成立后援会支持 非常多的运输业 他们不为疫情的严峻 那协助把许多生活上的一些物资 来做一个移动 其实是非常辛苦 而且他们离家跟自己的七小分开 就为了要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充实 他们每天必须的生活物资 这个是非常令人感佩的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运输业的同仁 在今天站出来 力挺赖清德力挺正文庭 针对赖的万里老家被指为违建 曾经造访过的卓龙泰与同志委都觉得 选举时炒作这个话题非常不厚道 那我去的时候一个特别的印象就是 他的左邻右舍 还是新北市政府用他的送餐车 爱心餐送到午餐给左邻右舍的 一些长辈用餐 所以那个是急需大家用一种 关爱眼神去看的地方 我也希望社会上的温暖 不要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让他忽视 民国60年以前就存在 而且赖富的老家60年也就拿到了门牌 那在北部区域计划整合之前 就已经都整排公僚都在那里 那我想在选举的期间 把特别把这个出生长大的地方 来拿出来讨论 我想这不是一个非常厚道的行为 而且那并不是什么一个 那完全就是一个老家 那我自己也常常回去 我每年清明节都回去扫墓 都是我负责 那我想我们附近都住得非常多的亲戚朋友 都不现在还是从事务农业的 都是一个非常纯朴 务实的好朋友们 亲戚朋友们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在选举期间 特别拿出来讨论 不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事情 同志会表示 接下来信赖台湾在基隆市各行政区 将由各党籍市议员成立区域后援会 迎接最后压轴 赖清德、郑文庭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内政部长林又昌回到母亲的故乡 新北市瑞芳 跟立法委员赖品瑜 大胆瑞芳小吃 并且参拜庙宇 林又昌还在知名的胡椒饼摊位上 实际体验如何从碳炉里面拿出胡椒饼 第一次就成功 让业者直夸很有天分 这个老店 对对对 对瑞芳美食光厂几家老字号 摊位如属家增 因为妈妈是瑞芳侯童人 小时候都会跟着妈妈回老家的 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立法委员赖品瑜陪同下 重回瑞芳回味何时温暖记忆 在知名胡椒饼摊位上 林又昌还首次体验 将贴在碳炉内壁的胡椒饼取出 第一次就成功 被老板称赞很有天分 我一下就好 对啊对啊很厉害 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蛮厉害的 因为宗教是内政部 的一个主管事务 所以我今天特别到瑞芳 的信仰中心 这个熔岩宫跟瑞慈宫来做参拜 那因为我妈妈自己本身是瑞芳人 所以本来瑞芳就很熟 那瑞芳跟基隆也是一个生活圈 那所以我今天特别过来 然后当然中午有休息一下的时间 所以这个到瑞芳 最有名的美食市场来吃一下小吃 那因为这个都是儿时的记忆 像我阿姑小时候就在这边开西奥法 然后我妈妈是喉动的 所以这个儿时的记忆特别的温暖 那今天赖品委员要特别来陪同我 其实这个就是对地方 其实平宇也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要一起来关心地方 然后也希望能够让瑞芳呢 这个生意更好 然后这个地方更发展更新融 小时候对这边吃的部分 还是最有影响 最重要的 小时候其实吃说实在都很简单 不过现在瑞芳的美食真的太多了 那个在街上那个龙凤腿一整排 那个都要排队 那个也是美食 然后红茶很好喝 然后肉羹很好吃 然后那个叫什么 胡椒饼 胡椒饼也是一绝 那个也是大家来瑞芳市场必买的东西 牛昌与赖品鱼起出现 也在美食广场造成轰动 不管是摊商还是游客 都抢着和两人拍照 富处在附近的赖品鱼说 瑞芳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他特别推荐牛昌品尝 适合当笑茶甜点的热麻薯 因为我服处就在旁边 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 中午要吃东西都是在这附近解决 那像我们吃完正餐之后呢 其实我蛮常都会吃我们美食广场 有一家麻薯 麻薯 因为吃完正餐 甜点是给另外一个胃 那我蛮喜欢吃完正餐之后 再来一份麻薯 特别好吃 特别对胃 平鱼有本钱 平鱼可以吃三颗我吃一颗 两人随后并到瑞芳信仰中心 供奉妈祖的瑞慈宫 及俗称瑞芳祖师庙的容颜宫餐香 担任金融市长八年 牛昌表示 基隆与瑞芳本来就是共同生活圈 这一次与赖平鱼一起来关心地方 期盼瑞芳商家生意更好 地方发展更新盛 瑞芳美食 赞 记者张琪辰新闻报道 要带您来看 飞鱼卵融入甜点的创意料理 颠覆只能够吃咸的想象 滋味如何呢 带您来吃吃看 老板我来一份飞鱼卵冲淇淋 好 以香草冰淇淋做基底 放上一口飞鱼卵 顾客直呼好大发 满满一大口 比去来源的 那边的飞鱼卵太多 赶紧吃上一口 天中带鱼的鲜甜 究竟味道如何呢 我觉得 这个飞鱼卵 有点咸咸的 然后不会跟冰淇淋的味道有冲突 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 它吃下去感觉会在 牙齿里面弹跳 然后同时你又会听到 飞鱼卵那个在嘴巴里面 啵啵啵的声音 啵啵啵的口感在嘴中化开 增添冰淇淋的层次 业者将丰富的口感层次加以运用 这几年火红的法国甜点 达克瓦兹 内馅竟然也是飞鱼卵 颠覆了大家的想象 口感上又多了一个层次 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 不会只吃到达克瓦兹的酥脆绵密 还会有飞鱼卵在你的尺寸之间 啵啵啵的感觉 一样啵啵啵的口感 让这口感恰到恰到好处的蛋白饼 有海的魅力 选择再振兵于梗创业 业者不止在食材选用在地 还有装潢也颠覆一般民众 对甜点店的想象 爬上二楼 竟闻到淡淡的中药香 赋予中药柜 中药碗盆 新生命 飞鱼卵系列的甜点与餐饮 在这里发亮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中药店的一个柜子 然后上面的那些药罐子 其实都是放着不同的那个茶叶 不光是真的是展示品 它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生活会用到的器皿 感受到老物件的生命力 业者创意运用 又将寄用的好物与浓于特产结合 再唱新火花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给了很大气耶 我看你这颜色的 诶学长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遇到困难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拒绝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约会 约会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都请满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先生停饭和法骑楼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是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几方会与其放入行人通行的车 三个月的城市 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机车放在绿角压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能夠方便同行 至入口中心點再轉彎避免死角 車輛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台62線快速道路2.6公里處10號晚上突然發生8部車輛的事故 警方迅速趕到現場發現竟然是大型的連結車或是貨車底盤的鐵製部件掉落路面 造成意外事故 幸好沒有造成傷亡 警方正在調閱監視器企圖找出造勢車輛 台62快速道路西向2.6公里處 車輛儀式因為路燈不亮視線不佳 導致車輛紛紛壓過掉落在地上的鐵製品 造成車輛爆胎 騎車輛向上鐵製品 騎車輛到鐵製品 騎車輛到鐵製品都看不到 趕快看不到 因為現在有電汽車輛在這裡撞到 以前幾台都有三台 不是啦 沒有 三台前都是 你們看到只有一台 沒輸的不是 其他三台都是 而傷害的車輛不止一亮 總計有8台車輛爆胎 只能停在路間等待脫掉車前來救援 台六二快速道路西向2.6公里处 昨晚8点左右 八部车辆行禁止路段 车子掌握不明物体 造成车胎炮胎无法行驶 所信警方及时抵达现场协助处理 无人云伤亡 造势车辆警方课证调跃监视器追查中 所信案发时间并非监峰时段 才没有造成车辆回堵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负责的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特地和基隆各特约失智据点合作 带领上百位失智长辈 到新北市金山挖地瓜和摇烤地瓜 让长辈们多参加社会交际活动 多运动 甚至回想过往延缓退化 不错不错 阿宗你到处来咯 你为一平我为一平 不啦不啦不啦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以及保健科长杨慧玉 亲自陪着失智长者们下到地瓜田挖地瓜 还拿起战利品合照 逗得长辈们笑呵呵 根据台湾失智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80岁以上大约每5个人就有一位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 负责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特地和基隆各特约失智据点合作 带领上百位失智长辈 以及陪同的家属和据点工作人员 总共200多人浩浩荡荡到新北市金山 挖地瓜和摇烤地瓜 让长者们多参加社会交际活动 多运动 甚至回想过往延缓退化 今天很开心 我们很多阿公阿嬷 尤其是我旁边这个阿德阿公 然后还有很多阿公阿嬷 我们整大厅 还有他们家的 整个回来来挖地瓜和控调 因为挖地瓜和控调是我们以前的时钟 我们很高兴 不管是做小孩做大人 大家都很感激的事情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比较多月了 但是我们想到以前的事情 我们头部就会越想越聰明 今天在这里整大厅 我们卫生标的卫生 我们很多私自据点的 顾我们这阿公阿嬷的工作人员 我们做回来办今天的活动 我们就带阿公阿嬷来这里 剃头 用手 一个一个地方找到哪里有地瓜 然后把他捕出来 捕出来另外在串烤 然后烤烤 希望大家就很好吃 用到手 用到头部 我们就会用 会聰明 就会帮忙 大家就会吃百里 除了带着长辈们挖地瓜 也陪着他们参加 摇烤地瓜的活动 从堆摇到生活 卫生局长张贤正更帮忙烤乳猪 也到各桌和大家一起烤肉烤地瓜 长辈和家属以及各据点人员 都难得放松玩得很开心 很烤 很烤 今天会比较好睡 今天会比较好睡 好 再去6点 6点就出来了 是啊 还有花地瓜 还有烤烤 还有去拌 又去烤肉 没有用心又贴心的十多位 卫生局保健科长期照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再加上天公作美 没有大太阳 也没有下大雨 温暖而不乐的天气 就没有这场成功的活动 因此刚好有卫生局同仁生日 当然由局长亲自为寿星庆生 感谢大家的辛劳 日快乐 祝你在日快乐 而看着失智长辈和家属们的笑容 让基隆市成为失智长者最有爱的城市 所有工作人员都心满意足了 耶 好 OK 记者吴俊松新北报导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仙力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 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味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往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太祖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哦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 1239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 晚上9点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神转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放合法 那旗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是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几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